做一道酒店里面的畅销菜 会蒸假豆腐 这道菜无论你是下酒下饭 都非常的不错 这里的假豆腐用到的是九度鱼 它的质地口感类似于豆腐 但是它有豆腐没有的那种鲜 把它去头拉出内脏 然后再去除它的鱼鳍 鱼鳍会影响它的口感 然后再把它改刀成长短 嫩豆腐把它去除表面那一层印衣 这一步的作用是让豆腐的口感能达到一致 我这个制作是酒店的手法 你们在家不必要那么败家 去好外衣切成和鱼一样的大小块 现在我们来正式制作 锅中烧水下入一些米酒 水不要开 直接把鱼进行一个热水澡 重新烧一锅水 下入豆腐 再下入一些盐 给一个底味 这一步的搓水 是去除豆腐表面上的豆腥味 家里面制作 这一步可以省略 但是在下一步烧制的时候 时间要稍微长一些 搓好水以后 把锅洗净下油 倒出一部分的油 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下入姜块和大蒜 把它爆香 看到姜和蒜 有少许的微黄 就可以出锅 再把姜蒜回锅 下入米酒和酱油 进行一个呛锅蒸香 再下入适量的水 淹没过豆腐和鱼的水量就可以了 给上少许的蚝油和糖进行调味 先下入豆腐垫底 然后再下入鱼 一定要记住这个步骤 如果鱼块在底部的话 它很容易变烂 下好主料以后 给上几条的葱段 盖上盖子烧到20秒左右 家庭的话要烧它一分钟 这时候你会闻到很香的味道 然后持续大火收汁 让鱼和豆腐有一个融合 把芡汁收到浓稠就可以出锅 这道菜按照我这个做法 真的是鲜到可以掉舌头了 喜欢吃辣的 可以下两根的干辣椒一起烧吃 这个做法 豆腐和鱼一样鲜